他这里有个问题 他说他持诵愣言咒咒心 先前一段时间 很感到清净味道 但近来呢 重听法师讲无量寿经的词带 又念阿弥陀佛 是很不得力 心里不如长持愣言咒咒心平静 请问法师这是什么回事 这是因为你平常念愣言咒念成习惯 你的心是定的 现在呢咒不念了 再换一个新的法门 不习惯 造成的苦恼啊 这就像改行业嘛 你原来是学经济的 现在你不想学了 就去学医学 那这两个各行如各山嘛 佛法修学 所以古来祖师大德常常教导我们 一门神父 常识寻修 你心是定的 你容易带领 不要常常换 不要常常换 常常换的 叫杂羞啊 你能念念咒咒 一生就吃了咒咒 迟到身心清净 法院求生进土 你肯定我生 阿弥陀佛心量很大 不是说 你不念我阿弥陀佛 我就不来介意你 阿弥陀佛怎么会这么小气 你在无量寿经 往生 三倍往生 这一瓶里面 你就看 经文一共分四大段 上倍往生 中倍往生 下倍往生 后面那一段呢 是读诵大臣者 那大臣 认言就是大臣 不管你修学哪个大臣 法门 只要你将你自己修学的功德 回向求生进土 阿弥陀佛 统统来介意你 但是要记住 修学的功德 功德是什么呢 清净心 也就是说 你用持咒的方法 念到一心不乱 往生希望记录真正的条件 大家一定要晓得 心尽则福土建 这是往生基本的条件 无论你修学什么方法 只要你清净心 现行 你念主耶稣 念到清净心 现行 回向求生 极乐世界 也能往生 我们懂这个道理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一定要得清净心 那是功德 你修行 你修行的功夫 清净心 现行 是你的德 没有妄念 没有妄想 这个时候 就跟净土相应 我认为你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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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你修行